Hello,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小黑 然后今天我们来讲的是Word Letter 2这道题 这也是一开始接受大宝贝的邀请来讲的这道题 之前先为大家复习了一下1的解法 1是一个medium的难度 然后它应该就在之前的某一次视频 我会让大宝贝把链接发在这个视频上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这道题 然后2这道题呢,它是一道hard难度的题 然后它很明显它是一个就是based on Word Letter 1的一个思路 然后衍生出来这么一道题目 然后今天小黑的解法是依据于想象如果我是在一次面试中 然后他先给我出了Letter 1 然后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解法跟他说了 然后他给我follow up了一个Letter 2的话 由于我当时肯定是Manus都是Letter 1的解法 所以我在如果想到Letter 2这个解法上 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讲解中给大家一个说明 然后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所以就导致我这次的解法可能不会是最快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最优解法的话 可能需要去discussion这几个part 然后去找一下就是更快的解法,更优的解法 如果大家想看小黑是怎么解的Letter 1的话 可以去之前的视频看一眼 就是一个用宽度优先搜索来做的 应该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解法 所以这次的解法的话应该还是比较有可行性的 好,然后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道题的提议是什么样子的 跟Letter 1一样 它也是想让你把一个begin word转换成一个end word 然后这两个word在转换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一个就是说你转换每一次只能改变一个字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改变一个字母以后的这个单词 一定要出现在它给定的word list上 对,这个要求跟Letter 1是一样的 然后那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它想让你返回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在上一次中,上一次这个Letter 1中 我们有它的结果是说让你return一个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代表的是你最少转换的次数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次它想让你找到的是所有最短转换次数 可行的所有的转换的这个过程 就是它的sequence你要把它全部列出来 所以这就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也就导致了它从一个中的难度变成了一个hard 但是我觉得因为最终它还是要一个最短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所以当我拿到这道题的时候 我有在想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大家说你为什么选择宽度优先搜索而不选择深度优先搜索 是因为就是没有必要 因为深度优先搜索你要从一个单词一直找到最后一个单词 所有的可能所有的就是中间的转换你都要找到 但是如果你只找最短的话 可能就还是不太需要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般来讲 这个深度优先搜索它可能就是会想让你列出所有的方案 那么这道题呢 它其实也是想让你列出所有的方案 所以就导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 难道我要从宽度优先搜索改成深度优先搜索吗 但是我又看到说它还是要最短的就是转换的这种方案 所以就想说如果要是我用了深度优先搜索的话 那还是会有很多的不必要的搜索 就是说我可能要把所有的方案都找到以后 我才能知道哪一些最短的是什么数字 然后比如说最短的是五次 但是我现在有很多什么六次七次八次那些都已经找好了 那么我可能需要依据我现在知道五次以后 我再去我找到那些list里面再去找的话 就有很多不必要的操作 所以我当时觉得说 可能还是用宽度优先搜索来解这道题比较好 那么当我觉得宽度优先搜索的概率更大一些了以后呢 我就在考虑那我如何改变我之前的一的解法才能适用于二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如何改变 首先呢 首先我们是确立了我们还是要用宽度优先搜索 但是我并不能像Letter 1一样用相同的那个Q 但是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能改变我们的Q 让它可以就是能完美的适应这个Letter 2 那在Letter 1里我们的Q里面是一个string 存的都是word 但是如果在这一次Letter 2中 我们因为要记录整个转换的这个路径 就是我从word A转换成了word B 转换成了word C 转换成了word D 那我们要记录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还用Qofstring来做呢 我们来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有一个word它是ABC 然后呢它可能会变成什么 它下一步它可能会变成 我们往下走 它可能会变成APD 然后它还有可能会变成ACC 不好意思 它有可能变成ACC 比如假如说我们这两个词都在我们的List中了 然后我又可以变成比如说ACD 然后这边可以变成什么AED之类之类的 反正意思类推 那比如说我们都往这个Q里放的是它这个string的话 那我们如何能记录它之前的所有路径呢 对不对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这时候就想说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整个路径都存起来不就好了 然后我每次拿到我这个路径了以后 我就直接看我最后一个单词是什么 然后从这个单词开始往下找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很可行 所以我就想到了说 我里边不是Stream而是List ofStream 反正我是想 因为我又想要它最后的那个单词 我又想要知道这个单词之前发生了什么 那我就是 就是只能 只会想到用一个List ofStream 对不对 这是我觉得就是说跟从word ladder1的解法能想到的就是一些转换成可以可行的方法的这个第一步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按照 letter1的做法把这道题先大概的做一下 然后在操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操作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好 我们先来把大体的写一下 还是和原来一样我们要有一个hashset作为我们的dictionary 然后把所有的word list里面中的word都放进来 就是这样 那么一开始的操作就先是这样 然后我们要先起始我们的queue对不对 之前在leather1是直接把这个began word放到这个queue里 那么我们这次因为是要里边有一个list ofStream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放它 比如说我先起始一个 然后把这个pass里边放上我的began word 然后把我的queue 把这个pass放到我的queue里 这就完成了queue的initialization 然后如果要是还是昨天的操作 leather1的操作 如果它不是空的话我就一直在进行搜索 然后如果我后来发现当我的queue都已经空了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pass的话 我就直接return一个空的 我们这里可以先把这个我们要的结果先define一下 它就会是一个list ofStream 就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要是什么最后都没有的话 你就应该是return一个空的result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为什么在这里直接就可以 如果要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result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return这个result 因为我只有当我找到了 我才会把那个list 那个pass把它放到result里 如果我现在result一直都没有的话 然后queue就已经空了的话 那就证明我什么也没找到 那我这时候result还是空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return它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边也是的 我们说每一次我从 这是一个大的搜索的范围 那么里面会有一层一层的搜索 就像letter1一样 一层一层的搜索 那么如果我每 比如我搜索完这一层 我回过来 我是要回到这第二十号的话 我是要开始下一层的搜索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在下一层搜索之前 我发现我的result里面有东西了 那是不是证明我已经找到了 至少一个的pass 一个validpass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不用再搜索了 对不对 所以在搜索之前 我们可以先判断一下 如果它不为空了 我就可以停止我的搜索了 对吧 然后把这个result return回去就行 好 那么这个前提讲完了以后呢 就到了关键性的一层一层搜索的时间了 好 就跟上次是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搜索的话 我需要知道这一层现在有多少个 那么这一层现在有多少个 我需要去搜索的起点呢 就是size of q 对吧 好 所以 还是同样的操作 好 在这个循环 在这个for循环里 我就要进行当前层级的 这样的一个搜索 好 好 那当前层级 首先 我先找出来一个list 好 这是我第一个list 那么就像我之前的leder1一样 我需要找到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 就是说我要从base当这个单词 我开始往下转 我转换它的每一个 一个一个转换它的字母 看看能不能有下一个available的单词 能让我成功的转换 那么我为了要有这样的一个单词 它这个单词它出现的位置 就会是这个current list的最后一个 对吧 好 那么我现在有了当下单词了 我要干什么 我是不是就要看这个单词 它首先是不是我要找的单词 如果它是我要找的单词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也不能说结束了 我只能说我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有效的pass 我是不是需要把这个pass存到我的result里 然后如果它不是我想要的这个andword的话 我就要看它每一个字母改变一下 它能不能改变成一个下一个有效的单词 对吧 所以我们先来判断这个当前的单词它是不是我要找的andword 如果它是的话 我就需要把这个你看我这不是有current list吗 就是它现在这current list就是以这个单词为结尾的一个一条有效的pass 我就需要把这条pass放到我的result里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什么呢 就是这里我们最好把这个current list给deep copy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result里 虽然说它有可能在这条听里面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规范吧 因为在比如说一般有一些什么backtracking的一些问题里面呢 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 为了防止大家忘记 可能对于相同的case 我们就都进行一些这样的操作就好 但是在这一道题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current list放在这里 发现它是可以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加进去 但是应该就不会再对这个current list做任何其他的操作了 所以不deep copy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为了大家之后做题不要混乱 所以就都deep copy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如果要是它不是一个end word 我就要开始找它下一步能支持的是什么word 那就跟上一次letter1是一样的 我们还要用一个stringbuilder 我们还用一个stringbuilder 然后逐个单词的进行修改 修改的是什么呢 修改成 从A到Z 如果这个当前的这个C呢 它跟原来的是一样的 我们就跳过它 这些操作都是个letter1是一样的 然后我把 这个当前的这个位置上的字母改成C 然后我们要看看我改完了的这个单词 它是不是在我们的dictionary里的 对不对 如果它在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单词补充到我们当前的list里 然后我要把这个补充到q里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要是这样就直接把它放进去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这样直接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下一次我是不是就 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word list里有一开始的begin word叫a 然后我改变了一个字母 让它变成了ab 然后现在改变了最后一个字 怎么说 让我来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abc 然后它变成了acd 然后我现在让它变成了acd 对吧 我现在把它加进去了 然后我现在current list是不是这个 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这个current word 然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这个current word current word是acc 通知们现在 然后比如说把它又改成了acd 对吧 我又把它加到了我的current list里 那我这时候current list就变成了这个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不是我们想要的吧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为什么会发现这样的错误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deep copy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的是它定格在这里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current list在之后还要继续使用 所以我们不能把current list直接放在这里 而是进行一个新的操作 好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又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我的current list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又加了一个ace 而不是就又变成这样了 是不是还是不对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backtracking这步操作 我们需要把最后那个我们加上去的 再给它删掉 让这个current list回归它最原始的 最纯朴的它自己 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对不对 然后这一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这一部分就是我改变了某一个位置上的字母 从A改到Z改了一遍 然后我离开这一个for loop的时候 我下一次循环是要到下一个位置上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string builder 在当前的位置再给它改回去 让它开始 对也是回归它最原始的状态 然后让它轻松的去到下一个位置上的letter 这一步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步 那么如果我现在把它改好了以后 它就可以去到下一个位置上 然后改下一个位置的letter 然后都改完了以后 这边都改完了以后 它就可以去到下一个current list 下一个list 然后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了 那好 这个搜索的部分大体上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letter1的时候 也进行了一步操作 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进行 那就是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单词为了防止 我通过下一次的搜索 又回到这个单词 而进行重复搜索 这种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我们把我们找过的单词都删掉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当时是在哪删的呢 我们当时应该是在就是差不多这个位置删的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发现这个单词我找到了 然后就把它放到了我的这个current list上里 我理论上来讲是不会再碰见这个单词了 在letter1里 我就不需要再碰见这个单词了 如果再碰见也没有用了 我只要把它放到我的q里 我就一定会从它开始搜索 我即使后边无数次的再碰见这个单词 它都不会再比我当前这一次碰到它能更短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步骤 不然我们就可能会重复的不停的找我们以前找过的单词 对吧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也还在这里 就也在同样的地方把它给remove掉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呢 是这样的 因为它想要的是所有的路径 那不是说我现在我碰到下一个单词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还是就刚才那个例子 我现在有个abc 然后这是我的begin work 然后在下一步 它有可能有abd 然后它还有可能有acc 对吧 这都是有效的吧 比如说是这样的 对吧 然后 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 呃 现在有两个list了 我的cure 一个是abc 一个是abd abcabd 一个是abcacc 好 我现在开始找了 我现在找找到 从这个abcabd这个list开始找 我当前单词 那个单词是abd对不对 那我比如说 我从abd这个单词 我可以找到一个单词 我可以找到一个单词 叫acd 它在我的list里 那比如说我再把它们都 它在我的list里 它是有效的 然后我当我找到它是 我说不到这了 我发现它是有效的了 然后我就把它add到我当前的list里 然后我就把它给删掉了 然后但是如果我把它删掉了 当我从开始找abcacc这个pass的时候 然后acc它也能变成acd对不对 那我如果就把它删掉了 那是不是很不正确 我到了acc要找的时候 它就找不到acd了 对不对 那我本来应该包含的这样的一个list 就不见了 那就不太对了对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可以把这个单词就直接去掉的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把它去掉呢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就确定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单词了 是不是在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起点是这个单词的时候 起点是这个单词的时候 起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哈不在这会把它们删掉 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又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两个list 然后我现在的起点这两个这两个list 在下一次搜索的时候起点单词都是acd对不对 当我发现我的起点是acd了 就证明我开始找从acd到end word的最短路径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再也不需要这个单词在我的dictionary里面了 因为我无论以后再怎么碰见这个单词 我已经搜过了对吧 我已经以它一起搜过了 我就不需要对不对 所以是在这里看 当前单词在这里 我找到了它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从dictionary里面删掉 这一步其实是一个跟letter1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是我当我看到这道题 然后做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思考的点 就是需要处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在这里 那这道题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重点我是放在了就是它如果做一道follow up 然后你怎么从一个wordletter1的一个思路来延展到letter2的结发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然后再次强调一下它不是最优的结发 它的确不是它的效果应该就是不太好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寻求最优解的话 可以去这个discution这个board上面去看一下别人的结发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点播的题目的话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会积极反应给大家的 然后好的 那这里就是小黑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